龙珠英雄,布罗利界限突破,获得新形态,实力碾压超蓝贝吉特。 布罗利是龙珠剧场版中的一个角色,在龙珠抄布罗利影片中,布罗利成为了弗利萨的手下,按照弗利萨和父亲的命令,布罗利和悟空。 贝吉特两人,展开了激烈的战斗,布罗利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,但是在战斗中,布罗利成长得很快,实力很快就超越了悟空和贝吉特。 布罗利已出生就拥有过万的战斗力,在龙珠抄布罗利剧场版中,我们见识到了布罗利的可怕之处,即使是黄金弗利萨,在布罗利面前,也毫无还手之力。 后来还是悟空和贝吉特通过手势融合,才拥有了和布罗利匹迪的力量。 一直以来,布罗利都是这种绿色的头发,这种状态下的布罗利,实力要比金发石更强,在最新的龙珠英雄中,布罗利拥有了新的形态,新形态下,布罗利的头发颜色,变成了红色。 红发布罗利是界限突破状态,当初悟空和贝吉塔,想要达到这个状态,需要挤住其他在亚人的力量,但是布罗利不一样。 他平级自身的力量,就可以变成界限突破形态,这种形态的布罗利,实力达到了巅峰。 超蓝贝吉特和超四界限突破贝吉特,也根本不是红发布罗利的对手,布罗利在龙珠系列中,拥有单体最强的称号,现在凭他一个人的力量。 就可以击败荣和后的悟空和贝吉塔,确实令人刮目相看,大家喜欢布罗利的这个新形态吗?欢迎留言讨论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与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